美风圣诞期间 在夜幕降临的东京街道上 互相呼应的圣诞彩灯 总是吸引众多游客 而被称为日本第一车站的东京站 今年又利用光雕投影技术 打造了一场光影盛宴 令人惊叹 这种投影技术 可以让射频投射到建筑外墙 等不平坦的表面 夜幕下 东京站时而是一株盘藤老树 时而又是一座梦幻城堡 虽然每次只有短短的十分钟 仍然能让观众惊叹不已 我非常感激 我现在看着 素敌 立体出现的地方 感激 是在年末或年末 所以 在映像中看过的通过 最后 年末的年末 在年末中 各种感受到的 因出 所以 一年间感受到的 感受到的 感受到的 非常感到 作为东京圣诞景点的一部分 这场光影盛典将持续到28日 新唐记者罗晓综合报导 曾经 感谢观看